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律师主要是处理复杂的国际商事仲裁和涉外诉讼案件 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包括大宗国际货买卖 国际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 跨境投资并购 国际经销 商业代理 合同争议反垄断争议等等 董律师目前受聘于数家国际知名的仲裁机构 担任这些机构的仲裁员 其中也包括SIC 洪志坚律师是盛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的专长是国际商事仲裁诉讼 国际商事仲裁与诉讼 尤其善于处理涉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 以及日本公司业务和投资相关的重大争议案件 洪律师本人的话也十分关注重组和破产业务 他曾代表客户处理根据SICICC 港众 茂众等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案件 具有丰富的事务经验 林培云律师是加文娜律师事务所 也是我们高伟生律师事务所在新加坡的 一个联营所的一个争议解决部门的合伙人 他在争议解决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经常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 提供解决和避免纠纷方面的法律服务 客户称赞他是一位能够很好的把握商业本质 和充分掌握所有事实和事件的律师 林培云律师也是受到了 Legal 500 Asia Pacific的认可 这个榜单的话也把它称为 新加坡争议解决领域的新生代的律师 最后是我们中国观众都非常熟悉的 吴谦律师 吴律师于2016年加入新加坡国益仲裁中心 担任中心的法律部门 也兼任亚洲国际仲裁期刊的助理编辑 在下入新众之前 吴律师就职于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 北京办公室的诉讼和仲裁的部门 到今天刚才我问了一下 吴律师应该也是处理过超过300件 在SIC的一个案件具有非常丰富的事务经验 好 下面的话 将我们言归正传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的这个主题 那就是SIC仲裁全流程的介绍 今天的话因为我们在会前的话 也是把我们的这个 分成了几个部分吧 然后以希望能够涵盖到我们这个 SIC仲裁的全部的流程 所以在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这个董肖律师 来重点的为大家讲解一下 从我们这个提交仲裁通知到组庭阶段 也就是案件初始阶段的一些 一些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些实物要点 那么董肖律师 首先第一个 我这里的话就要想来问你 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中国用户比较关注的 也就是我们在案件最初始阶段 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对于在新众仲裁而言 在起草这个仲裁通知 和我们在国内进行这个仲裁起草 和仲裁申请署相比的话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谢谢SIC的邀请 参加这个会议给大家分享 处理静迈仲裁 特别是SIC管理的案件里面 那些心得和经验吧 关于村妍刚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这个很多 我们的中国人是通行关系的问题 就是说我在境外仲裁机构 我们今天呢 打比方说 在SIC启动一个仲裁的话 那么跟国内启动一个仲裁呢 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这个文件制作上 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呢 我就从这几个角度呢 来给分享一下 一个角度呢 是这个它的内容上 另外一个角度呢 是它的形式上 第一个 启动一个仲裁 那么在中国的实践里面呢 通常呢都是向仲裁机构呢 递交一份仲裁申请书 那么呢 接下来呢 可能被申请人递交一份仲裁答辩书 接下来仲裁厅组成之后呢 就可能安排开庭审理 可是在境外呢 有什么区别呢 在境外仲裁里面呢 首先呢 通常是仲裁申请人 向仲裁机构和仲裁的被申请人 发出一份仲裁通知 那么这个仲裁通知呢 和仲裁申请书 有什么实际的区别吗 那我们觉得呢 先从这个角度来讲解啊 通常来说 仲裁申请书的目的呢 是想把自己呢 所有的这个事实和理由啊 讲得比较完整 附上呢 几乎所有的证据 就为准备开庭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 可是在SSE管理案件中呢 通常来说呢 会分两步走 第一步呢 我们申请人呢 会发出一份仲裁通知 那么仲裁通知之后呢 还会有机会 再专门就我们案件 写一份详细的仲裁的陈述书 或者叫申请书 这个英文叫State Claim 那么这个仲裁通知呢 就通常来说 不像仲裁申请书 那么详细 那么详细 但是呢 如果这个案件 没有那么复杂的话 申请人也可以选择 把这个仲裁通知呢 写成仲裁申请书的 那么写进那么复杂 可以取代仲裁申请书 但通常来说呢 我们不建议那样做 是因为呢 你要避免时间关系呢 仓促的这个 写完一份详细的 把这个通知书和这个仲裁申请书呢 结合到一起的一份文书呢 导致之后的工作呢 可能产生被动 所以呢我们通常建议呢 先写一份仲裁通知书 那么呢 达到启动仲裁的目的 那么仲裁通知书 应该包括哪些要素内容呢 我觉得这个新众的规则呀 其实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指引 或者说非常这个实用和详细的指引 大家可以看呢 新众规则的第三点一条 里边呢 列出了这个一份仲裁通知书 英文叫notice application 它里边应该包含的要素 总共11项要素 那么我们建议呢 把这11项要素都要考虑在内 构成一份完备的仲裁通知书 以免呢 因为某些要素的缺失呢 导致呢 主裁通知不完备 我在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但一的读这个实际项这个要素的这个 主线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这个规则 的三点一条 这是这个 从这个表面开他的这个内容上 第二呢 从这个形式上呢 跟国内的仲裁申请书有什么区别呢 国内的申请书通常是要一试 比如说三个仲裁申请书员的话呢 要 一试这个 五份呢 要交到仲裁机构去 叫Hud Cafe 那么在新众立案呢 那么你发电子邮件 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个 启动这个仲裁程序的目的了 不一定要去交这个 纸质版的这个 仲裁通知 所以它这个形式上的区别呢 其他的核心内容上的区别呢 我想呢也有这么几点大家要留意点 就在这个仲裁通知里边呢 通常呢是把这个仲裁员的指定啊 是要这个 这个写明了 如果是三名仲裁员的话 你要提名一位仲裁员 如果是一人仲裁员的话呢 要建议一位仲裁员 可是在国内的事情书里边呢 通常对这个的要求没那么严 因为是在立案之后 还会根据仲裁规则 有15天的时间来指定 或者提名仲裁员 这个也是它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区别 此外呢 可以说是第三点 也是我们这个 各位同行呢 各位这个 我们中国的客户要注意的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家 有些同行的认为 哦 仲裁通知真的简单 那我就简单的写一个通知 就启动仲裁程序就好了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不要把它产生一个误件 就是一个通知 启动仲裁就好了 那么我们说仲裁通知书 其实它是也有一个实现争议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和文书 那么在写这份通知的书的时候 你就要设想到如何让他具有说服力 如何让仲裁经看到这份文书的时候 就认为你有一个good case good argument 就说我这个案子应该赢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不能忽视的 不能写的 好像过于简单 只达到一个启动的目的就好了 第二个目的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说我这份通知写的非常有力量 那么就有可能在仲裁通知发生之后呢 被申请人来跟你谈和解 也就是说案件不进入实体的审理 说法当事人在这个阶段 就有可能促成和解 所以这份仲裁通知的重要性 就是说 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一个发出一纸通知而已 此外呢 关于对被申请而言呢 稍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这个通知发出之后 很多重要的期限就要起算了 所以在这个要素的提备 也是很重要 如果要素不齐位 这个很多重要的实现能不能起算呢 就会产生疑问 我先分享这些信息吧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董律师 然后还有 那现在我进入第二个问题 这个也是其实很多 我们在平时过游中 经常接到的一个咨询 就是我们一些中国的企业 作为被申请人 然后有一天接到这个 境内或者境外 向对方发过来的这个 心中的这个仲裁通知 然后就有一些慌乱啊 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然后您对 您对这种情况 您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想对这些用户 讲的 好的 对于这个作为被申请人方呢 接到一顿来自申请人方的这个仲裁通知呢 应该做什么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失误的问题 而且就像刚才我强调的什么呢 在这个申请人发出仲裁通知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在信中里边呢 它向仲裁机构交的同时呢 会向被申请人同时发出 被申请人受到通知之后呢 很多中国当时人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从申请人处收到了一份电视 给我通知 或者我从申请人处收到了 寄来的一份快递 那我要不要理会他呢 我是不是要等到这个 新众给我寄来这个文书 正式通知之后再行动呢 恐怕这是一个误解 因为根据新众的规则 以及海外仲裁的很多实践呢 你如果从申请人处 收到了一份完备的仲裁通知 那么你就应该重视起来 很多重要的实现就该起算了 这个实现在新众规则下呢 至少包括这么几个实现 第一个 14天内 你要对仲裁通知做出一个答复 14天内 你要提出仲裁员人选的建议 14天内 你如果有可能的话 如果条件具备的话 你可能要对管家权一议 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不是有管家权一议 如果有的话 14天内提出来最好 而且14天内 你是不是有反请求 这四个 这个权力啊 是蒙先意义上 可能还是能义务啊 要去行动的 所以他对这个 收到仲裁通知之后 这个重要的法律实现呢 是要高度重视的 如果说有人说 以后再说 或者说我就等 开庭的时候再说 那一个可能是会措施良机的 比如说呢 这个在国内仲裁里边呢 对管家权提出一议呢 仲裁法规定是到开庆的 钱提出来就可以 有的是开庆的当天早上 9点开庆 8点50才去提管家权一议 但是呢 法律规定呢 反正是仲裁开庆前可以提出 但是呢 在这个新冲的规则下呢 建议呢 是在这个14天内 就对管家权的问题提出意见来 虽然可能说支持你到这个 提打电书的时候 可以再提 但是呢 新冲规则里现在是 强烈建议在14天内 就发表意见 所以我们建议呢 就是说如果 这个被申请收到一份 来自申请人的仲裁通知 他要参照这个 仲裁规则呢 我应该记得是第四条吧 的规定 来及时的做出 反应和行动 谢谢 好的董事 那现在的话 我就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五千律师 因为接下来的三个问题的话 它其实是关系到了 我们的新众仲裁的一些 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程序 我们的紧急仲裁员 合并仲裁 最佳当事人 以及早期驳回 仲裁申请和答辩等等 这些程序的一个设计的初衷呢 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用户 节省时间和费用 加快这个仲裁程序的一个进程 然后里面的一些程序的话 因为是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我们的早期驳回 仲裁申请和答辩这些 每一年其实新众 处理的次数其实并不太多 很多的律师的话 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机会 能够处理到这一类的案件 但是五千律师作为我们的 秘书处的法律顾问呢 对他而言 则是日常的工作 可能每一年都会处理很多 这样的这种特殊的案例 那么现在就有请我们的五千律师 来为我们的用户讲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申请紧急仲裁员 程序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情 五千律师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各位晚上好 首先感谢大家就是抽时间 在星期四的晚上 播入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 那我呢今天主要是从 就是仲裁机有办案人员的 这个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在实践当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我会 因为我们的规则很清楚 然后当相信大家也可以 就是很容易的 就是在网上或者说 通过其他的渠道 了解到我们的规则 所以说我今天 我不会重复的告诉大家说 这个规则它本身是 怎么样规定的 那我主要就会告诉大家 就是在实践当中 你要运用这条规则的话 你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 那春渊刚刚问我 就是说 关于这个紧急仲裁员制度 相信就是 有过这个仲裁经验的 各位朋友 对紧急仲裁员制度 这个概念本身不会太陌生 它就是一种 在仲裁庭成立之前 如果一方当事人 他需要紧急的救济 他又不能够等到 这个仲裁庭成立的时候 向仲裁庭提出 那他就可以申请 紧急仲裁员 紧急仲裁员的话 他整个这个制度 他整个这个就是时间线 他就是 他就是 非常的快 我给大家 就是一些 一些这个数字 从我们收到一个完整的 这个紧急仲裁员申请 到我们任命 这个紧急仲裁员 我们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也就是24小时 那这个紧急仲裁员从他任命 到他发出这个紧急仲裁员的这个命令 或者裁决的话 只有14天 在实践当中的话 我们是心中大多数的案子都是 都是就是遵守这样一个时间线 所以紧急仲裁员 他的这个就是高效性 是一个特色 那但正是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高效性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 尤其是作为这个申请人来说 有一些点 有一些就是 就是我们叫做就是 practical tips 一些就是实践性的一些建议 供大家这个参考 假如说您是一个申请人 然后您想要在这个 心中提起这个紧急仲裁员制度 我会建议您 就是你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就是提前交这个就是申请费 因为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是仲裁机构 我相信其他的仲裁机构都一样 就是我们秉承的这样一个政策 就是不交钱 我们就不干活 所以说如果您是 尤其您是一个海外的用户的话 您需要您通过这个 就是银行转账的这个方式 付这个申请费的话 您需要提前完成 不然的话 我们如果说收到这个申请费的时间很晚 那可能就会食言处理您的这个紧急仲裁员申请 那第二点就是 也是我在平时给很多 很多就是法务朋友 御事朋友有一些建议 就是如果说您想要打算提起这个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话 您不妨提前给这个心中的这个 我们这个case management 我们这个email 发一个邮件 就是告诉我 告诉我们说 就是您作为一方当事人 就是您大概在什么时候 有意向提起紧急仲裁员申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内部就会对人员主席安排 包括就是处理这个案件的council 以及我们的appointing authority 我们的这个就是任命紧急仲裁员的 这个就是权威 因为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 在这个心中规则下面 我们任命紧急仲裁员和任命 这个仲裁员的这个人选 是我们的这个仲裁员的主席 或者是副主席 那我们就是只有一位副主席 他是在新加坡 其他两位都是在不同的市区 所以说 所以说如果就是 您有这样一个需求 提前给我们 就是提前告知我们 那我们可以就是 找一些给这个point authority 告知这件事情 那整个在这个仲裁 紧急仲裁员的任命过程中 就不会有迟延 第三点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 就是因为紧急仲裁员制度 它整个流行非常快 然后呢 我们作为 就像我作为这个就是 counsel来说 我需要审核所有的这个材料 然后再把这个材 再把这个材料 以当事人他的这个 就是申请 把它写成一个brief 交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point authority 那在现实的这个案件当中 有的当事人 他们交了这个紧急仲裁员的 这个申请 就非常非常的冗长 我在两年前处理过一起 就是金融 就是金融计款方面的争议 他交的这个application 一共有300多页 包括这个证人证言 然后包括各种文字工具 即便是我非常非常努力 但是我可能也需要 好几个小时才能审理 才能审完所有的文件 所以就是我会建议说 除非是非常的necessary 您在提起这个 紧急仲裁员申请本身的时候 不必就是把所有的文件都提交 你可以等这个 紧急仲裁员申请本身之后 然后再提交一些 更细节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 起码在就是立案 以及就是这个 紧急仲裁员的任命阶段 我们可以尽快的 就是让这个就是程序走上正轨 那作为这个就是 被申请人 这个respondent来说 收到这个紧急仲裁员的 这样一个申请 来自于这个申请人 或者说来自于新宿的 那个通知之后 我的建议是 一定要积极的应对 因为 因为我在一些案子当中 当然不是所有的案子 看到一些总裁 一些紧急仲裁员 他们会 他们会就是 我们叫做就是 draw adverse draw adverse influence 他们就会根据 就是这个 被申请人的一些不作为 然后就是 做出对他不利的一些推断 所以说 作为这个被申请人来说 如果说您收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申请 我建议积极的应对 那有的时候 这个被申请人 他可能有一些反请求 他有一些counterclaim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新众规则下面 这个被申请人 如果他有反请求的话 他是不能够在同一个 紧急仲裁员程序当中提出的 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办 他只能够就是另外 就是提起一个新的 紧急仲裁员程序 然后呢 这个被申请人就是新的 这个EA程序当中的这个申请人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两个 这个紧急仲裁员程序 他们的时间线是有重叠的话 一般来说 我们会建议 这个pongal authority 他就是任命同一个 紧急仲裁员 这样的话也是方便 这个案件的这个处理 当然我不知道我们 我们就是在 就是新规则修改的时候 会不会允许在 同一个紧急仲裁员程序当中 这个就是反请求 也可以提出 但我们的终止就是说 希望一个紧急仲裁员 这个当中就是有 只有只有这个仲裁申请 然后呢 就是紧急仲裁员可以快速的 推动这个程序的进行 第三点我想要就是很快的提及的 是关于 这个紧急仲裁员决定 或者裁决的这个就是执行 那我们 那我知道就是在中国的 这个法律制度下 可能 这样的一个决定 可能它 它是属于一个灰色地带 它是属于一个 intermeasure这样一个性质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首先 这个紧急仲裁员的话 它的这个决定 它是有生命期限的 它和这个仲裁裁决不一样 它并不是一个final的decision 它在新众规则下面 它的最长期间是90天 所以就是 其实您不用 很多时候可能甚至都不必走到 enforcement的那一步 然后它的这个紧急仲裁员 决定就自动失效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现实当中的话 很多当事人 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当事人 他们都选择的是 就是自愿的旅行 因为原因也是很明显的 因为在之后 一般来说会有这个仲裁庭成立 没有当事人会愿意给仲裁庭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先前的印象 就是他并不喜欢合作 所以 所以就是关于紧急仲裁员决定 他的这个就是执行 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呃 最后我想要 我想要就是 呃 强调的点大概就这些 哦 好的 好的 感谢 感谢武显律师 然后刚才您提到哈 就是说如果说在紧急仲裁员程序当中 要提反请求 呃 目前是做 不是提不了的 呃 必须得再重新启动一个新的 呃 紧急仲裁员程序 但我 那我的问题是说 那等到以后 组庭以后 呃 这两个紧急仲裁员程序 会 呃 会合并到后面的 那个 主案件程序当中 可能我用词不太准确 对 呃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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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呃 一般来说 我们会等到 就是等紧急仲裁员 整个程序结束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 呃 就是进行主庭 然后呢 主了庭之后 呃 这个主 主了庭就是这个仲裁庭 他会对紧急仲裁员 之前紧急仲裁员 他们的这个决定 他们的决定 或者裁决 做出一个评价 他可能是 支持 这个紧急仲裁员的决定 也有可能是 推翻他们的决定 所以就是呃 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 在实验当中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存在 就不会存在说 要把两个紧急仲裁 仲裁庭的这个 紧急仲裁员 这样这样这样的 这个程序合并在一起 但是那就像我说的 如果说他们在 时间上面有交叉的话 我们往往会任命 同一个紧急仲裁员 所以说他其实 在实际案件当中 他其实可以在一起 一并的审理这两个案子 只是说他在发布 决定的时候 是两个单独的文件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后续 正式组成的那个仲裁庭 他是可以 他是可以分别的去去 呃去review这个之前两个 紧急仲裁员程序做出的决定 他是可以在同一个仲裁庭来进行这个 那我理解 对对对对我就是关心就是这个呃 我怕就是说因为程序上的一些原因 他导致他只能处理其中一个 紧急仲裁员程序的这个情况 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呃然后他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能时间会有比较紧张 就拜托5000就是能够简要的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合并仲裁就家当事人以及这个呃 早期驳回呃 仲裁申请和答辩这三个特殊程序当中的一些呃 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好呃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关就是我们刚说早期驳回这样一个制度呢 他其实是呃我我现在我现在很很快的就讲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他实际是由这个仲裁庭决定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规则里面有关于他的适用适用条件的一些规定 但是实际情况下他他怎么样的适用 他的这个就是所谓呃明显的缺乏这个法律依据 或者说明显的超出仲裁庭的这个管家范围 他怎么样一个解释是由仲裁庭决定的 那关于关于这个这样一个制度的话 我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董董董律师 其实以前就是有有过这个这方面的成功的经验 所以我会把这个关于早期国会制度的就是一些适用情况 就是等会请董律师您您您您来这这个阐述一下 那我就现在讲一下我们关于这个合并仲裁和这个追加当事 呃那合并仲裁追加当事相信大家对这两个概念都不陌生 呃我也不会就是呃再重复我们的规则 那呃首先合并仲裁的话 它的作用主要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就是节约成本呃可能大家听说过 那在新众的这个制度下 我们就是呃决定这个仲裁费用的一个旗帜 是按照这个标的的总金额来决定的 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标的额 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计算公式 他后面的这个宗旨就是说这个标的额越高 那就是后面就是得出来的这个就是仲裁的费用相对来说更低廉 所以说呃如果合并仲裁之后呃比如说两个或者三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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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仲裁程序 这个争议合在一起那他的这个总金额数目就更大 那他就是合并之后的这个仲裁费用相对于说你单独处理每个这个仲裁费用会少很多 就是节省费用 那第二个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避免这个就是相冲突的或者不一致的这个仲裁裁决 嗯那这点我们也大家也能理解那我就不我就必须我就不就是呃多阐述了 呃我今天在讲这个合并仲裁我主要想阐述的第一个就是合并仲裁他的这个申请时间 大家请注意这个可以是在呃仲裁庭成立之前或者说仲裁庭成立之后 那如果您是在仲裁庭成立之前申请这个合并仲裁的话呃这个这样一个申请就会由新众的这个呃仲裁院来 决定不过呢新众仲裁院他关于合并仲裁的这个决定他并不是一个final decision 如果说您作为一方当事人你对你对这个仲裁员他做出的合并仲裁这样一个决定不满意 你可以等到这个仲裁庭成立之后然后呢向仲裁庭提出你的这个意义 仲裁庭在那个时候他会他会就是呃根据当时的这个案件情况来审核或者说就是来review这个新众仲裁院的这个决定 他是有权利推翻新众仲裁院之前关于合并仲裁的决定的 所以实际上可以可以在众仲裁成立之前或者成立之后 那第二个如何申请嗯首先当事人的当事人的这个同意是个王道 我在现在我在处理的案件过程当中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明显的这个仲裁条款 他不协调或者不compatible的情况下如果说当事人同意那我们的仲裁院他也会呃批准这样一个合并仲裁 嗯关于就是如果说的如果关于就是我们这个规则规定的如果说当事人没有一致的同意或者说这个争议 这些争议他不是由同一个仲裁条款所产生的那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仲裁条就是这几个仲裁条款 他们之间是compatible的以及这些就是啊争议或者说交易本身他们之间去关联关系 那关于这个就是compatibility我们叫做可协调性他之间这个测试啊呃 其实他是很灵活的不过我今天想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心中规则下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测试 他不要求当事人的一致性比如说你你的第一个仲裁是A和B之间 然后第二个仲裁是B和C之间当事人的不一不不雷同性不影响他的这个协调性 就是协调性的这个这个满足然后第二个就是使用法不一样的话也不影响这个compatibility 比如说你的第一个正义是用的中国法第二个新加坡法这个使用法不同并不能成为他不能合并的这样一个抗辩 所以请大家就是呃您假如说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可以可以适当注意一下 嗯那就是呃合并仲裁的结果相信大家知道就是把多个种如果说仲裁院批准的话就是多个仲裁合并有一个仲裁 那有一个仲裁那些审理那就是大家节约了时间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成本 嗯大概大概这个就是合并仲裁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些嗯合并当事人呢合并不好意思 追加当事人的话呃他是说他是说如果说就是一个第三方呃他是呃 prima faci他是表面上的受制于这个仲裁条款或者说所有当事人一致同意的话 他可以就是加入这个已经在进行的仲裁程序呃那这里我只想强调就是一点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呃这个这个就是提出追加当事人这个申请可以由按键他就是现在的 existing他现在已经存在的这个当事人提起也可以由这个第三第三人主动提起 大概就是一层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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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号程序令的问题 其实一号程序对于我们的中国用户来说的话 可能是不熟悉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内的诉讼和这个仲裁里面 照传统上传统上是没有这个 发布这个一号程序令的这一个步骤 但现在的话越来越多的这个 具有国际视野的这个中国仲裁员 他也会采用了这个比较先进的 比较实用的这么一个程序工具 说第一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比较基础 那就是说想请你给我们的用户 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一号程序令 一号程序令的这个主要内容有哪些 好谢谢群员 先跟大家讲一声 我是因为是新加坡的律师 所以中文没有其他的嘉宾好 如果有什么听不懂的 可以在Q&A发问 一号程序令的主要内容呢 其实仲裁厅组成好后 首先要审理的就是这一个程序性的审理吧 审理之后仲裁厅会发那个一号程序令 给当事人 他主要内容会说仲裁规则是什么 仲裁地 仲裁地方是在哪里 仲裁厅成员的个人资料和联络方式 仲裁厅可能会想委任一位秘书 那在审理的时候会问双方是否同意 仲裁员也会在一号程序令写好他们的声明 会声明说他们在这个案子里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也会写好这仲裁的语言是用英文进行 还是用中文进行 有时也可以用双语进行 仲裁厅也会与律师讨论那个申请和答辩书 是否是要用pleading的方式 还是memorial的方式提交 这中文好像没有一个翻译的词汇吧 主要pleading和memorial的分别 就是pleading你可以晚一点出示证据 反而如果你用memorial style的话 你再提交那个申请书 就要写好你的申请的依据 也要有你的证人证言 还有证据 出示 那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一号程序令 它时间表的一个样本 大家看得到吧 OK 这个就是用那个pleading style 它主要有大概四个五个阶段 第一 那个申请书 答辩书 回应书 反驳书 我们叫做pleading 第二个阶段就是出示证据 就要求对方出示证据的理由 如果你反对的话 必须给理由 然后申请人会给答复 如果大家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双方就出示证据 可是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就双方可以向仲裁庭 申请对方出示证据 这是我们通常用的 都是叫一个叫 rate fund schedule 宗裁庭 就会听了双方的立场之后 就会做出相应的裁定 第三个阶段 我们叫 witness statement 就是证人证言书 必须给你的事实和专家证言书 有时会有一个second round reply 就给你的反驳证言书 第四个阶段就是审理 有时比较麻烦的那些案子 就可能要一到两个星期 比较简单的 可能两三天就可以审理完毕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双方审理之后 就去参考一下 之前拿到的那些证据 然后写在那个结案层词 递交给仲裁庭 第二个方式 我们叫memorial style 其实你也可以看 托两行 你提交申请书的时候 就会出示证据 也会出示你的证人证言书 这就是一号程序令的主要内容 好的 感谢林律师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是关于仲裁时间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用户 就是我们的最终用户是十分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国际仲裁当中 一般一个合理的一个预估的话 一般他需要多长的时间 大致上15到18个月 就可以完成那个仲裁 这是蛮普遍的 可是通常被申请人会尽量拖延时间 所以到两年也是有可能的 那有一点要看是否被申请人会提出那个管辖权意义 因为如果提出管辖权意义的话 那可能就会再拖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也是有可能的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流程图 OK 所以如果有一个好的仲裁协议 如果有争议的话 双方就进行仲裁 可是如果仲裁协议可能写的没有那么理想的话 那如果开始争议的时候 对方那个被申请人可能会提出管辖权意义 到那时你就要走那个管辖权意义的流程 就有一个申请 打付 然后证人证言 可能有时就要需要专家给证人证言 又要审理 那就要等那个仲裁听给那个裁定 给了之后 如果双方同意的话 就OK 继续仲裁 可是有时输的那一方会向法庭申请复议 也可能有上诉的可能 到那时候 其实那个仲裁是可以继续走他的流程的 可是有时为了省钱 他们就说OK 我们暂时搁置那仲裁 让那个法院给了他的那个听令 我们才继续仲裁 所以时间的长短 是要看是否有提出这个管辖权意义 所以一个好的仲裁协议就可以避免这些波折了 那要 仲裁协议要注意的有什么 就 第一 那个仲裁协议条款必须是强制性的 条款必须写明当事人完全服从仲裁庭的管辖权 第二 仲裁协议的范围当然是写得越广越好 就这 与这个合同有任何争议的话 就全部均按照仲裁协议进行仲裁 第三 仲裁地也很重要 因为仲裁地的法律是确定了仲裁的程序法 之后如果哪一方对仲裁裁决有什么不满的话 想要向法庭申请服役的时候就得到仲裁庭的那法院申请 仲裁机构的选择也很重要 我的中国律师朋友告诉我说如果那个仲裁条款的仲裁机构 没有写明的话那可能那仲裁协议是无效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中国法律是这样子 不过在普通法国家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如果仲裁协议的仲裁机构写错 那仲裁协议还是有效 可是就变成了一个临时仲裁 不是一个仲裁机构来主持的 给你一个例子 之前就有一个合同 是一个中方和一个印度的企业 他们签的一个合同 在那个争议条款里 本来是写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是CTAC 他们把China删掉写India 然后双方就签了 可是在India根本都没有一个叫做Indi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然后闹上法庭之后 他们就说这个仲裁协议其实是有效的 不过不是CTAC 也不是印度的任何一个仲裁机构来主持 就变成了一个临时仲裁 仲裁协议也是要写明 仲裁庭的成员你是要一位还是要三位 总之不要双数了就好 仲裁庭的语言也要写明 不要假设说一定是用中文 还是一定是用英文进行 对仲裁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比如说现在我们好像看到有一些客户 他们要求那个首席仲裁员必须懂双语 因为仲裁可能用英文进行 可是他们希望那个首席仲裁员听得懂中文 那那个中国企业的证人给那个证据的时候 他们希望那个首席仲裁员听得懂 那可能对那证人的发言和这些语言就有比较深的了解 可信度也比较高 当然这也是只是一个印象了 我为中方打过好几个官司和仲裁 就算仲裁庭或那个法官 他们听不懂中文 对仲裁或诉讼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就这样 好的 感谢林律师 那我觉得应该您在提到的这个管家权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反面的例子 就其实我们去年我们这个中国的仲裁界的人士 也在非常热地地讨论我们的那个上海医中院 做出的大生产业案 那个案子其实从一开始到上海医中院 做出一个裁定 就是确认这个仲裁协议效力 可能前前后后我算了一下 应该花了四年多的时间 期间尽力了这个仲裁庭 先是仲裁庭对于这个仲裁协议的效力 做出了一个决定 然后当事人不服去新加坡高等法院上诉 完了之后再去 先去新加坡高等法院上诉 然后再不服 然后又去了新加坡的上诉法院 再去申请服役 然后最后到了这个上海医中院 所以说他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期间也可以想象 可能当事人也是花费了 无数的这个金钱 来处理这个管家权的意义 所以说我觉得林律师刚才的 这一点建议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有一个起草比较完善的仲裁协议 可能才是这个 才能够更有助于当事人来节省 这个时间和费用 更好更快的拿到我们的这个仲裁的裁决 那么下一个问题的话 是关于我们这个证据开始 Document Production 这一块也是我们这个 可能中国用户比较陌生的一个环节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刚才我讲到Refense Schedule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Refense Schedule 长的是怎么样 这就是Refense Schedule 有些人喜欢横着写 有些人喜欢竖着写 我先大概讲一下 在Refense Schedule应该有什么内容 第一就是说你要求的文件 或是什么类型的文件必须写明 那你的要求那个文件对这个仲裁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有什么影响 那如果被申请人拒绝出示这个证据的话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那你申请的话你可以回复一下 之后把这个Schedule交给那个仲裁 仲裁会看双方的立场之后做出决定 有时候他们就以书面上来决定 有时候他们可能会要求开庭 可能用半天的时间听一听双方的那个论点有什么 我个人是喜欢这样横着写 因为那些比较大的那个仲裁的case 如果很复杂的话 可能那个Refense Schedule是有20到50个申请 也不以为怪吧 所以如果你是这么竖着写的话 我有看过那个Refense Schedule是好几百页 好几百页很难读的 为什么叫做Refense Schedule呢 是因为这位先生 他其实是在2000年 Refense 老师是一个仲裁庭的其中一位仲裁员 那他那时向那个首席仲裁员提议 采用这种格式方式来决定是否要让那个批准那个申请 所以那时那个首席仲裁员他就开玩笑说 哦 这个很好啊 这个格式方式很好 要不就叫他Refense Schedule 后来一传十四传百就在仲裁界开始使用 很快就变成一个全球仲裁的一个标准 那要写Refense Schedule时要考虑的是什么 第一是如何决定要向对方要求出什么文件 那这个的话就要请那律师朋友仔细去review那个申请或答辩的依据是什么 第二要考虑到这证据是否是在对方的手上 第三对证据要求对那个审理案子的结果和相关性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那考虑这三点之后就可以起场那个Refense Schedule 就这样 嗯 好的 好的 就关于这个证据开始的话 其实就可以简单的可别这么理解呢 就说到了这个一号程序令所约定的这个证据开始的这个阶段 然后双方各自的填写这个Refense Schedule 然后交给仲裁庭 然后仲裁庭看过之后呢 然后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说哪些是同意进行开始 哪些不同意 然后把这个决定做出了之后呢 双方当事人就根据这个仲裁庭的这个决定 然后来提供这个Refense Schedule上所列出的 要求他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以大概概括为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 那如果说有没有可能说当事人 比如当事人不配合 不愿意提供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吗 不提供的话 你要那时就要考虑到对方不提供是有没有证据说 是你看他们出出示了A B 然后A和B那个文件里有说到C和D 所以应该也要出示C和D 如果就像那个仲裁庭申请了 就再度申请让仲裁庭说是否要出示 OK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在国内当中呢 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一个证人 就是国内仲裁他是证人的作用非常大 然后证人的话也分为 事实证人和专家证人两类 所以我们在这个准备仲裁的案件 尤其在准备开庭的时候呢 在挑选这个证人方面的话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先讲那个事实证人吧 事实证人我们最好是要找那个 涉及在内案的那个当事人来做证人 因为他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被交叉谈问的时候 可以比较能做出相应的回答 可信度也会比较高 若不是涉及在内的人做证人的话 有些问题就可能无法回答 那当时被问的时候 他就会说我是听同事跟我说的 或者是我看文件而得知的 那那个可信度可能就会被影响 当然要找事实证人的话 如果你可以二选一 当然就选一个比较沉得住气的 比较稳重的人来做证人 因为交叉谈问的时候 是看你对方的律师是谁 如果像是董律师那么experienced的lawyer 那交叉谈问的时候 那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如果是专家证人的话 要如何挑选呢 第一必须做好实在的功课 找专家嘛 当然要找那个数一数二的专家 在审理的时候 双方的专家会对峙 你当然希望比较强的那个专家 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个人我会咨询同行 对专家人选的那个评论 因为我所我是高伟生 高伟生是一个国际所 在22个国家都有 地区有32个板石处 所以我找专家的时候 我会向我各个部门的律师 咨询一下 问同事有没有什么好介绍 或对我们在考虑当中的专家人选 有没有任何意见 通常如果他们的那个意见是好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回复 说我用过这位专家 仲裁庭对他的印象很好 他很稳重 最后仲裁庭也接纳了 他的专家证人证言 可是如果他们对那个专家人选的 那个评论不好的话 他们用email回答说 我们谈谈吧 然后之后就给我打个电话 说OK这个专家的报告 可能写得好 可是他的应变能力比较差 他被逼问的时候 有时会很容易慌张 或者他们说 反面说这个专家 他的报告写得比较差 不过他的回答能力还是蛮强的 所以除了如果给你二选一的话 你会选哪个专家 可能会临场应变比较重要 因为报告的话 可能还可以帮忙认色 再提一下认色一下 是是 所以我同事如果问我的话 我就第一回答是 再去找吧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应变能力好的 报告也写得好的 可是真的要二选一的话 我是同意你的说法 因为报告嘛 如果可以向仲裁厅申请 给他更长的时间做他的报告 他也可以选一个助理 就叫那个当事人给多点钱吧 把报告写得好 第三就一定要面试 好像我们在选专家的时候 我们视频面试也好 电话面试也好 还是需要的 因为那个专家可能对那个题材 很是了解 可是如果不能简单 讲解那题材的话 就算你是处一处二的专家 那个仲裁厅听不懂也是没有用 反而有时我看对方的那个 有两个专家对峙的时候 有其中一个专家可能 没有另外一个专家之身 可是他在讲解的时候 很简单 用很简单的那个 analogy来解释一个 很难的一个题材 到那时候可能那个仲裁厅 听因为听得懂 所以就接纳了他的那个解释 好的 很感谢 那就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个 我就在做国一仲裁当中 可能是一个花费时间 非常长的一项工作 就是说要准备这个证人的证词 在这一方面的话 你有什么实物心得 可以与大家分享 证词就oral evidence 对吗 他们开听的时候 要怎么帮他们做好准备 对就是可能会在亭前提交的 这个书面的证词 OK 书面证词就真的是蛮花时间的 就要跟那个证人 讲很多次电话 或者开很多次会议 来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 去买 因为写证人证言书 就是 就是要讲个故事吧 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些 technicalities 或legal jargon 就是把那个故事 写得清楚 来龙去买 写得清楚 那在开庭的时候 很多证人 他们就 其实会非常的紧张 因为 很 你不是律师的话 很少会去 会去 总裁或者去诉讼 对吗 所以在开庭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简单讲解那个程序 讲给那个证人听 会说OK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仲裁的地方 在新加坡的话 通常都是在Maxwell Chambers 你进来会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室 会有三个仲裁员 会有双方的律师 可能也会有一个翻译员 如果那个证人需要一个翻译员的话 很重要 提前要跟仲裁听申请 不可以当天就把那个仲裁 那个翻译员带到那个 那个审理厅上 有一次我有做过一个仲裁 就对 我们这一方的证人完了吗 都到对方的证人上庭 那他突然间就带了一个那个翻译员 那我们那时就 你没有跟我说你的证人需要翻译员 他就能对方的律师也就讲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那你是今天才知道 那你一定 你的那个证人一定会讲英文吗 所以他真的是需要这个翻译员吗 后来那个 就争论的一方仲裁庭就说 仲裁庭担心的是啊 如果那一方输的话 他们可能会向法庭申请 撤销那个裁决 因为他们担心 不给他机会 用自己熟悉的语言 给他的证人证员 后来就让那个翻译员 做翻译 可是我们问了一两个问题之后 才发现 其实那个翻译员的英文 也不怎么样 后来就问你 你是不是专业的翻译员 原来不是 他是他那个 企业的一个法律顾问 所以在还没开始 那个前五分钟 那个仲裁庭对那个证人的 那个credibility就有一定的影响了 所以这些准备工要做得好 再给证员时应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也跟那个证人先讲一讲 回答的时候 说要回答慢一点 让那个实际笔录的抄写员 有时间做好笔录 好让仲裁员之后可以参考 要不然讲得太快 抄写员没有写在笔录里 就等于没讲 如果不理解问题 就要随时告知仲裁庭 好让仲裁庭教律师 对他的问题做好相应的调整 讲话不要讲得太快 也不要讲得太长 尤其是有翻译的时候 要给那个翻译员 翻译你讲的部分 所以尽量不要讲得太长 就break into parts来讲 就这样 好的好的 感谢林律师 那现在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继续追问 林律师更多的问题 我们就记录到我们这个 今天这个会议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开庭 这个庭后意见的部分 开庭的这一部分呢 应该是我们这个国际仲裁的重头戏 也是可能是一个我们花费这个金钱 花费律师费和其他法律费用 最多的一段时间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洪志健律师 然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开庭和庭后意见这一阶段的一些情况 那洪律师 第一个问题的话请教你吧 就是说我们在准备这个开庭的时候 就是说是应该怎么去帮助用户去选择这个大律师 然后应当如何的去协助用户 与那个大律师来沟通 好的 村元各位晚上好 那就这个问题而言 那可能从那个中国用户的角度 可能要取决于这个仲裁的那个仲裁地法 和那个合同的那个准居法 到底是哪一个法律 那如果打个比方 如果很多这种在涉及中方 尤其在亚太区的那些仲裁 我个人的经验 很多可能那些仲裁地 如果不是在 如果是涉外的话 应该通常是在新加坡或者是香港 那那个准居法通常而言 如果不是中国法的话 通常都是那个英国法 新加坡法 或者是那个香港法 那撇开那个中国法不谈 那那个英国法 中国法 英国法 那个香港法 以及那个新加坡法 其实都是普通法系 那很多时候都 其实大同小异 那如果要选一个所谓的一个大律师 或者是一个事务所律师 去处理这些案子的话 那通常我觉得可能很多那个中国企业 可能都有自己的那个中国律师 那如果自己的中国律师 可能我觉得可能是 那个中国客户 可能第一个会问的 就是他们的中国律师吧 那我有这个案子 那我怎么应该处理呢 那如果他们自己的中国律师 那如果是董律师的话 那肯定可以自己可以去处理 那可能有时候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一些 那个普通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可能需要一些资源 或者是可能更多的那方面的一些服务 那从这个角度可能就要去考虑 怎么去找那些所谓的事务所律师 或者是大律师 那可能要重申的一点 是可能大家可能看了很多那个联系剧 有那些大律师在庭审 做一些抗辩等等的 不过如果你看那个新加坡 或者是美国的那个法律系统 其实是一个一个融合的法律系统 所以没有一个区别事务所律师 或者是出庭大律师的这个区别 相反的呢 如果你在英国跟那个香港而言的话 就有那个分别 那就如一个所谓的事务所律师 和一个所谓的出庭大律师 那如果在英国的话 你们也可能会看到一个 一个那个英文字QC 就是那个御用大律师 在新加坡或者是在那个香港而言 的话你就可能看到一个SC 那个意思是Senior Counsel 那就是那个资深大律师 那这些就是那些比较知名的大律师 就可能有很多年的十几年 至少十几年的那个法律经验 那他们都是被他们的那个 政府认可的一个律师 那到底要去找事务所律师 还是那个大律师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 我们可以很详细地探讨 不过很简单而言 我觉得如果你的那个仲裁员的话 有绝大多数都是那些大律师组成的 我本身的记忆是一般而言吧 有可能要去选一个去指定一个大律师 去做对出庭的大律师 可能那个效果会来得比较好一些 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同心同气吧 大家都是同一个列界的 那可能有一些大律师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想法还是认为 大律师的这个主张比较有说服力 相反的就是因为从他们的那个体系出来的 他们认为那个事务所律师不是出庭律师 所以可能事务所律师所说的那些法律的陈述 可能就没有来的那么有说服力 这个是一个可能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吧 还有其他的那个观点 我觉得可能也是从中国用户的角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语言吧 语言跟那个文化背景 那很多时候可能中国客户还是 即便他是有多sophisticated 可能有很多国际业务 他们还是 我本身的经验吧 还是比较喜欢于那个普通话来沟通 那普通话来沟通的话 可能有时候会升级到那个业务团队 那业务团队可能某个种 可能也不能说 不太会说英文 那有时候因为那个证人 证人肯定是那个义务团队 那在这个大前级下 可能需要找一个 可能比较从一个沟通的角度 比较方便利的一个律师 可能会来的比较有效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至少找一个律师 或者是一个大律师 是经常代表中方的 因为他们经常代表中方 他们也会比较了解那个 中国客户的思维想法 企业文化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因素吧 这些都是我觉得都得融合的考虑在内 好的 感谢洪律师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比较宽敞 就是我们在这个开庭前 也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事务心得 好的 那可能就国际仲裁而言 就如刚才村元您所说的 就是开庭是整个仲裁的焦点 那很多时候 焦点就是所谓的交叉盘问的过程 英文叫做cross examination 那很多时候 在准备开庭的时候 为了就是要帮助客户 因为客户可能是有一些是证人 要做证 那要帮助他们准备被对方律师盘问 那这个过程我们需要让他们熟悉 他们之前提交的所谓的证人证言 提交的那些附件证据 也要让他们多理解 我们的那个法律 以及事实陈述的观点 那这些都要很熟悉这些 尤其是他们自己的证据吧 因为很多时候被盘问的时候 是每一行他们写的 在证人证言里头写的那个段落 都有可能会被问到 被提及到 还有那些证据提交的 也得很详细很仔细的去阅读 这些文件 让他们去准备 被对方的律师去盘问 那这一方面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非常花时间的一个环节 另一个环节 那当然是也是准备 那这个可能是比较多是 律师的工作吧 律师去准备 去如何去盘问对方的律师 对方的那个证人 那这一点可能 从一个客户的角度 没有那么重要 还有一些比较 程序性的一些东西吧 因为开庭 你当然要去订一个场地 等等的 那现在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有比较多的机会 可能就不需要在现场开庭 很多时候可以 以这个Zoom的平台来开庭 或者是有时候是 律师可能会在 打个比方在新加坡开庭 不过这人在中国大陆 那可能是一半是线上的 一半是那个面对面的会议 或者是庭审 都不一定 那还有一些比较 锁碎的程序性的一些问题 就是可能就是要去批用 那个庭审的那个服务提供商了 那这些服务 这些供应商 他们会提供一些 完整的这个开庭的 这个服务配套 包括那个笔记 翻译 那个平台 还有一些 那个准备那个开庭券 那开庭券 他们可以帮你 打印那个纸板 甚至于是那个电子板 那现在尤其是 有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这个开庭券 现在都是变成电子板 那那律师的方面呢 还要可能就是在开庭的时候 要准备一个所谓的 这个开庭这个卷宗 那开庭的卷宗 我们叫做Hearing Bundle 那Hearing Bundle 就是那个整个 那个之前提交的书面的那些文件 包括那个陈述 证人证言 还有相关的这些 附件 都会把它 组合成这个所谓的 这个开庭券中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较零碎的一些东西 那可能是取决于 这个仲裁庭 跟当事人的一个 一个喜好 或者是一个要求吧 也可能会准备一个 所谓的大事迹 出厂人物表 还有可能 有时候仲裁庭 也会要求就是双方的 那个律师准备一个 所谓的核心的这个 证据卷宗 所谓的叫做 Core Bundle的 一个文件 那最后呢 可能还会去 在开庭之前 当然也要准备 我们所谓的一个 开庭的这个 这个陈述 不过这个我们可以 在搭话的问题 再探讨 好的 感谢洪律师 那下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 开庭的一个时间的 一个预估 一般我们国内 总裁的开庭 会有多长 然后他每天的话 他的一个典型的 一个开庭日 他的一个程序的安排 是怎样的 在每一天的庭审结束之后 我们的律师 甚至包括我们的客户 还要去完成哪些工作 请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谢谢 好的 那一般而言 那个开庭的那个程度 其实取决于 那个案子的复杂性吧 有可能可以开半天 可能开一天 一个一周 甚至是两周 或者更长的 都有见过 那我现在本身 也在做一个 两周的这个庭审 那一般而言 就是在这个 在国际仲裁里头 其实如果你是 开一天的庭审 也不一定是 开整个八个小时 那通常而言 就是可能会 比如说 9点 9点半开始 开到12点 有一个半小时的 那个 那个中半时间 休息 休息时间 然后下午的环节 可能在1点半 开到4点半 或者5点 那就 这是一天的庭审了 那在早晨 跟那个下午的 这个环节里头 通常都会有一个 大概15分钟的 一个休息时间 好让 如果你是一个 证人的话 被盘问 给予 给他 给予他 以及仲裁员 一个休息的 一个时间 然后那个 程序的话 在仲裁而言 就是一般来讲 开 第一个环节 就是那个 申请人的 那个 开庭陈述 然后就会进到 这个被申请人的 开庭陈述 那双方的 这个开庭陈述 完结之后 我们就会 进入到 这个整个仲裁的 这个焦点 就是那个 交叉盘位的 这个阶段 那通常 就会 开始 就是 那个 申请人的 证人 会先 出现 那他们会 那个 申请人的 那个律师 会给他们 一个 一个主问的 环节 就是介绍 这个 这个证人的 证据 然后就会 交那个时间 交给 被申请人的 律师去进行 这个交叉盘位 的环节 那交叉盘位 过后呢 那个 申请人的 律师 有一个机会 去做一个 简单的 就比较简短的 一个复问环节 那复问环节 可能是 那个 申请人的 律师认为 在这个 交叉盘位 的时候 可能 这个申请人的 这个证人 有一些 可能没有机会 去 解释的一些 答案 或者是 可能被 误导的 一些答案 他是在 这个 复问的 环节 希望可以 帮 这个 申请人的 这个证人 去 比较 去 可能去 弥补 他 之前 做 可能说 说漏的 一些东西 或者是 强化 他们的 申请人 这边的 主张 那接下来 就到了 那个 被申请人的 这个证人 那也 同样的 走 同样的 一个环节 先有 他的 主问 然后就是 由申请人 律师 来做 交叉盘位 之后 就是由 自己的 律师 来做 这个 复问 那 之后呢 就到了 这个 所谓的 这个 结案 层次 的 阶段 那 取决于 这个 仲裁 还有 那个 安排 的 时间 到底 充不 充裕 有时候 这个 结案 层次 的 这个 环节 有时候 也可能 就会 以一个 书面 方式 来 进行 好的 好的 那 关于 这个 结案 层次 的话 它 在 有什么 起草 方面 有什么技巧 到底 需要 再 利用 最后的 机会 为我们的 仲裁 要 展示 什么 对 可能 我先 在 考虑 结案 层次 这个问题 我可能 先 也 简单 的 介绍 一下 开庭 这个 开庭 陈述 应该 怎么 去 起草 那 我觉得 这个 环节 其实 让 申请 人 或者 是 被申请 人 当事 有一个 机会 去 塑造 一个 框架 指引 这个 仲裁员 去 注意到 双方的 核心 的 争议点 也要 去 概述一下 证据 把证据 体现 最强 的 观点 还有 也是 非常重要的 就是 也要 树立 这个 法律 论点 因为 虽然 要提及到 这个 事实层面 也要 去 引用 相关 法律 观点 或者 原则 来支持 各方当事人 的立场 还有一个 环节 就是去 反驳 对方 最强的 一些 论述 无论 是 事实观 观点 还是 法律 观点 那在做 开庭 陈述 的时候 还有一个 可能是 那个 口述 在当庭 的 这个 开庭 陈述 那开庭 陈述 的话 也必须要 注意到的 就是可能 你没有 一个机会 去 一直 就是 光说 那可能 有一些 仲裁员 会比较 积极的 那可能 他们会 比较多 看的 看的 开庭 券 那他们 也会 有一些 提问 会 发问 那那个 律师 也得 在当场 去做一个 回应 等等的 那在这个 环节里头 律师也可以 考虑 准备一些 辅助性的 材料 比如说 PPT 通常在做 国际仲裁里头 也可以用 PPT来分享 来做 这个开庭 比较有说服力 或者是 比较 让仲裁 比较容易 看 这个 PPT的话 那个 可能 那个 要 那个 字体 要 比较大一些 可能 有一些 图片 等等的 这个 可能会 比较 吸引 这个 仲裁员的 这个 关注力 好的 好的 感谢 感谢 洪律师 那因为时间 比较有限 那还是 请您再 比较快速的 为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 交叉盘问的一些 基本的尝识和技巧 以及我们这个 听后意见的起草 谢谢 好的 那交叉盘问 其实 这是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这个 仲裁程序的 这个焦点 那 它的主要的 这个目的 其实是为了 削弱 那个对方 证人的 这个可信性 还有可能去 损害 这个对方 证人的 这个 可信性度 除此之外 还有 另一个 一个功能 那就是 其实是让 这个对方的 证人的 这个做工的 支持 自己的主张 那这个 也是一个 不能忽略的 一点 那有一些 技巧 那通常 这些技巧 那你应该 怎么去进行 这个所谓的 交叉盘问呢 那通常来讲 那是那个 发言人会 避免会 使用一些 所谓的 开放式的 问题吧 所以 因为开放式的问题 可能就是 让一个 证人去解释 某某个问题 那这个 通常是一个 好的 交叉盘问的问题 是通常会 也会 一个比较 所谓的 闭口的 一个问题 close questions 那闭口的问题 可能是 只需要 那个证人 把一个 是或 不是 的一个答案 那 通常而言 这种 交叉盘问 可能就要 把那个 问题 浓缩 要 越短越好 可能就 每一个问题 就问一个 事实 因为如果太 长的话 通常而言 那个 证人可能会 听了一头雾水 因为如果太长的话 他可能就 不知道 你到底要问 几个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 一个环节 可能是在 涉及到 中方的 这个种子 还有一个 那个 翻译的问题 那翻译的问题 如果你要 翻译一个 非常长的 一个问题 的话 或者是一个 你去 通常是以一个 negative的 一个方式 去问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难翻译的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那还有 可能比较 简单的是 一些 避记吧 那可能是 避免去问 通常一个 那个 律师会避免 去问一个 自己不知道 答案的问题 那通常这个 环节其实 为了 他们只会问 一个 自己知道的问题 原因是为了 去凸显 这些议题 好让这个 仲裁 会注意到 其实有一些 相关的这些 事实问题 其实是 要这个仲裁庭 来去注意的一点 所以这个 是一个 通常这个 这个交叉盘问的 这个律师会 会使用的 一些技巧 那他们有时候 那可能也会 无可复复复复复复的 也会考虑去问一些 他们自己 不知道的 答案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 风险是 肯定 不能避免的 好的 好的 感谢红律师 非常感谢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网络研讨会的第四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仲裁裁决的合约以及我们这个仲裁费用的这个核定吧 这一块当然是要有请我们秘书处的吴仙律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那吴律师就是关于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仲裁裁决的一个在SIC的这个合约的一个流程 好的 关于这个裁决输入的这个就是合约或者说审核呀 英文我们叫做Scutney 那SIC采取的这样一个方式是介于国内的仲裁机构和比如说一些国外的一些仲裁机构 比如说像港众或者说或者说就是其他的一些仲裁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国内的仲裁机构它可能采取的是一个全面的审核 就包括包括这个就是裁决的它的实体方面的 那像港众的话我们知道它是一个light touch 它可能就是基本做不做就是审核 那SIC我们解决中间 我们首先我们会看这个裁决它的这个形式要件是不是满足 那不要以为这个形式要件不重要哦 我在实践当中就是收到过一些裁决草案 可能是有比较大牌的冲裁员写了 但它可能里面的要素就缺乏比如说当身的基本信息 比如说这个procedure history 这个就是仲裁这个程序的历史 它不是完整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它的这个就是形式要件是不是完整 然后第二个的话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需要去看这个仲裁领导的分析了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想要改变仲裁厅的这个分析 或者说我们想要就是确认说它的分析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想要提供的是一个第三第三的视角 就是我们机构看来说这样的一个就是分析是不是make sense 的 如果在我们卡里面都没办法读懂的话 那可能就是让这个就是执行体的法院来读可能也理解上也有困难 所以我们进行这个裁决审核的目的就很简单 我们是和仲裁领一样 我们是为了就是能够最大化的确保这个裁决 它在就是海外或者在新加坡它具有它的这个就是执行得到最大的保障 大概就这样轩员 嗯 我说我要再问一下 这一般的裁决合约它有一个时间期限的要求吗 如果经常加班加点的去合约 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期限我们并没有对外公布 但是我们内的话我们是要求就是呃 所有的裁决就是我们的scoot需要在需要在就是四周之内完成 当然就是如果说遇到就是非常荣常的 比如说去年我有一个六百多页的裁决 然后那个那个花的时间就是稍微更长一点 因为在sic 的话我们才就是两层的这样一个审核机制 首先是这个付法律顾问或者是法律顾问 我们审完之后 然后我们的这些comments 会呃上升到我们的这个deput registrar和registrar 然后他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个 reasoning 呃如果他们那边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才会把我们的comments发给这个仲裁平台 他来进行最后的这个我们叫finalization 那仲裁平他finalize 这个裁决之后 他会把一个就是呃我们叫做签署版发给sic 那sic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认口 加上我们的cover加上我们的封面 还有我们的这个印章之后 我们就会发给状况当时 然后这个裁决才被认为说正式发布 ok 好 存员 谢谢 还有第二个就是 也是用户感呃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仲裁费用的这个 这个核定 因为根据ss的仲裁规则 这个是由我们秘书署的主部 呃来确定的 然后能不能 介绍一下让我们的观众了解一下更多这方面的信息 非用核定方面的信息 呃是是这样的 好呃就是呃 我我就比较比较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sic的这个就是呃 网络研讨会系列 我们有更细致的这个节奏 我们的这个register他有更细致的节奏 那呃在sic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仲裁程序结束之后 就是我们叫ad the conclusion 呃然后就是由这个register 或者debit registrar 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说 这个案件当中仲裁庭他因他就是得到的这个仲裁员 报酬应该是多少 然后我们机构得到的报酬是多少 当然他考虑的情况很多呀 呃主要考虑情况第一个是包括这个仲裁庭 他的这个工作质量 那我们怎么知道仲裁庭的工作质量 啊那这点就是需要提到这个秘书署的工作啊 我们这边就是从我们就是接收到案子 到这个裁决发出我们的这个秘书署是全程 全程啊supervise 所以说我们是知道这个仲裁庭他的这个反应速度 然后还有就是仲裁庭他的一些决定 或者说他的这个裁决这个时间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审核 呃他的这个就是裁决草案的话 我们也知道这个仲裁庭他大概就是呃 他他的这个工作质量是什么一个样子 所以呃当然大家可能大家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也能也能就是理解 就是呃我们在就是决定这个仲裁庭报酬的时候 呃是由我们的这个副法律顾问 或者说法律顾问 先就是给这个registrar我们一个一个建议 那这个建议就是根据比如说这个仲裁庭的工作时间 他的工作质量 然后还有就是当事人的可能会有当事人的一些反馈之类的 那我们就会呃给出一个建议 那registrar他会考虑各方因素 然后他最后决定呃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 大概是这样 好的好的感谢吴律师 那好现在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 呃那就是我们这个裁决的执行 呃裁决执行的话 他是一个呃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他可能呃如果单独开一次呃网络研讨会来讲的话 可能时间都会很紧张 那非常遗憾的是因为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这个会议的尾声 我就只能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请求 我现在要请求我们的林平平律师 彭律师还有董律师分别用两三分钟的时间 各自为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在新加坡香港以及中国内地 执行这个仲裁裁决 尤其是执行这个所在地以外的 这种外国仲裁裁决方面的一些呃最核心的一些心得体会 那我们就女士优先吧 有请我们的林平平律师先发言 呃裁决裁决其实在新加坡是蛮容易执行的 因为新加坡是那个纽约公约的一个party 呃如果对方要撤销那个裁决的话 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依据里来申请啊 呃撤销那个裁决 比如说我刚才所说到的仲裁程序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 或没有给其中一方有足够的时间出事证据 如果你知道你要强制执行那个裁决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他在这个国家有资产 那在新加坡的话有好几个嗯方 method 呃第一我们叫Garneshy order 如果你知道他在新加坡有一个银行户口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Garneshy summons呃递给那个银行 银行接到那个呃停令的时候就可以把钱呃直接回到那个呃 赢的那一方或者是read of sale and seizure 呃知道如果他在新加坡有呃屋子啦汽车啦或者是呃股票的话 也可以呃让那个belief seize the assets 然后再拍卖然后那个钱再给银的那一方 两分钟 嗯呃呃呃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那个呃财产线索本来就是一个呃让人头痛的问题啊 就这个一定得当事人自己去找吗 还是说法院可以呃帮忙调查一下 嗯对对对当事当事人自己去找 在新加坡的话我们有一些呃呃forensic investigators 呃就专门的一些专家他们会呃为呃为那个dector做一个深入的调查 呃说呃这个人其实呃是这几家公司的董事 那这几家公司跟这几其他几家公司都有那个业务的来往 所以这第三方其实欠你这个呃书的那一方好大的一个金额 那那时你就可以serve那个garnish order在那第三方 所以你欠他的钱直接会给我 那呃呃那个法庭同意的话就就就可以了 那在新加坡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呃去呃 请一些第三方的呃一些专业机构呃去对对方的这个财产的一些线索 进行调查这种是这种行为是被允许的吗 是被允许不过不便宜哦 每次调查一方大概10,000吧 10 to 20,000 哦那总之就说可以允许请第三方的机构去调查 但是法庭他是不会帮这个申请人去调查这个财产宣 对对OK 那么第二个事情洪律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香港 来执行我们的总裁裁决 呃好的那其实香港跟那个呃呃 新加坡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法律机制跟新加坡的大众小异的 所以我就也不多说了 不过有一个呃 2020年有一个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案例吧 这个可能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吧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一个叫做厦门新景地的一个案子 那在那个案子里头就是他们的当事人就在在厦门开发了一个一块土地 那那个被申请人其实在那个合同向下应该有一个义务去把那个 那个公司那个开发土地的这个公司转给这个这个这个申请人的 那他们就没有那么做后来就那个申请人就提供了一个在冒纵提供了一个一个一个所谓的一个仲裁 要求这个被申请人去强制去执行这个这个合同 那可能后来就打那个冒纵就判了这个申请人赠诉 后来就之后他们就到那个申请人就到了香港去执行这个这个冒纵的这个裁决 那后来他们就走了这个这个香港跟那个大陆有一个有一个安排嘛 那就是那个也是仿效这个纽约公约的这个这个安排 那后来就发现那个被申请人就 后来就是那个那个被申请人就说 其实这个土地已经卖给了第三方了 那所以那这个案那怎么去去执行这个裁决呢? 因为他们后来他们的那个他们的抗辩就是这个裁决是不能履行了 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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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已经转到第三方了 然后你在这个纽约公约的这个机制或者在这个这个安排的这个机制向下 其实你要去执行这个这个仲裁裁决是比较机械性的所谓的 mechanistic的一个一个方式 你只能去执行仲裁员所下达的这个救济 或是写明的这个救济 你没有办法去超越这个仲裁员所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救济 不过这个申请人就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他们就以普通法向下要求去执行这个这个裁决 那我们英文叫做一个所谓的common law enforcement of action and award 所以他们就叫做一个强制性执行这个以普通法的诉讼 来强制性执行这个这个裁决 那在这个香港的这个上诉院的话 他们就认为那个在执行以普通法在执行这个裁决的当儿 他们不仅仅限于这个仲裁庭的这个救济 这仲裁庭的救济是要求就是这个被申请人去强制性 强制的去执行这个这个合同 不过因为现在无法去强制性执行这个合同 那个执行法院认为他们可以去 去适当的去找一个一个新的方法 新的途径一个措施来弥补就是这个申请人的这个损失 那所以他们就量化了就是这个被申请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损失 所以就从一个一个specific performance就是一个强制性执行的一个 那个救济把它演变成了一个这个这个赔偿的一个救济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比较特殊的一个案子吧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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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栏 嗯好的洪律师那麻烦您把那个案件的名称那个通过那个聊天窗口的话 把打字出来这样的话感兴趣的用户他可以去查询一下这个更更多的信息 那最后就是有请我们的董萧律师啊董萧律师大概久等了 您从那个会议一开始到现在中间间隔的时间已经很长 那现在我们就那个请您啊来跟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分享一下 在中国内地执行这个外国仲裁裁决的一些这个实物的心得 讲最干货的东西感谢你们 好的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呢我非常快速的分享一下呢 在这个中国法院申请执行或者叫承认和执行境外中间裁决的这个特别要注意的几点 第一点呢这个法律机制上来说这个中国法院在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境外中间裁决的法律机制是非常完善的 包括中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呀承认和执行纽约公约缔约国所出现的中间裁决 包括在新加坡了出现中间裁决 那么呢对于其他的在香港啊在澳门啊在台湾地区出现的中间裁决呢 都有其他法律机制来保护他的承认和执行 这个是非常顺畅的力度呢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这个在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境外中间裁决所取得的效果 在这个全世界内是得到赞扬和认可的 这也促进了中国中裁业的发展 那么实物中呢就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或者四个方面的问题吧 第一个方面呢如果拿到一份中的裁决书 那么准备去中国法院事情承认和执行 大家请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这裁决书需要给中裁厅呢做更正或者做解释 这是个非常实误的问题 即便中裁机构呢对这个裁决书进行审核把关 有时候难免会有打印的错误数字的错误 这需要更正 那么呢可能有些地方呢他的这个裁决呢 是不是适合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下得到任何执行 是不是有可能需要解释 我打一个比方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中裁厅说的是两个被申请人偿还债务 那么中国法院可能会问哈是连带责任吗 中国法院这个这个如果连带责任就非常清楚 如果没有连带责任这个认定的话呢就有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么提前呢一定要中裁厅给予一个解释 啊那么这解释是有时间的限制的 比如新中的中裁柜则拿到辞业处之后呢30天 所以这个环境呢还是很实物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这个比较实物的问题呢是 中国是纽约公业的地下国 那么同时呢纽约公业也允许的承认和执行环节呢 要遵照中就是执行立法的一些前置性规定 那么根据中国民俗法规定呢里面有裁决书的 以及被授权律师的公正认证的这个环节 所以要给时间赛跑 要这个提前做好公正认证 那么新中的其实提供一下非常贴心的服务啊 新中提供一下服务呢可以给中裁柜则做一个certified true copy 这个呢是在其他中裁机构似乎没有的 这个有利的加快了这个公正认证的速度 所以呢对新中这个这项服务呢我们是点赞的 在几次这个在认可承认可承认可执行新中认证则方面呢 这个环节呢就是加快了很顺畅了很多 同时呢对这个实际人的这个主题资格呀 以及公正的这个授权委托书啊公正认证环节要提前做 为什么呢这是个第三个要素 中国民俗法规定呢这个承认可执行呢 要在裁刀座中国两年内申请承认可执行 过了两年中国法院可能就不予收领吧 所以这个时效上来方面要关注 第四方面呢却是要关注这个管辖地的法院的选择 因为中国民俗法规定呢是在这个被申请人财战所在地 或住所地的法院是中级法院来这个承认可执行 另外中国这个最高人法院呢一直对这个 社外民商市这个承认案件呢实行集中管辖 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中级法院都可以管辖这个案件的 所以即便说这个所在地是一个中级法院啊 那么可能管辖这个案件的法院呢 可能是他的省会的中级法院 并不是他住所地的这个中级法院 所以要查看一下哪一家法院真的有管辖权 那么这四个方面呢是比较这个实物的问题吧 大家快速地分享一下 总体而言呢 对这个承认和执行方面呢 这几年的这个状况是比较乐观的 我们呢也是这个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宣布方来说呢 需要承认和执行的话 中国法院呢大体是可以放心的 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董律师 那五线律师您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没有补充的 前面三位嘉宾说的很完整了 好吧 然后好在我们这个会议当中 我们这个嘉宾都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勤奋啊 都把我们这个用户提出的问题 都已经通过打字的方式都已经进行了回复 然后参会的这个各位各位观众呢 也可以在这个Q&A的这个面板里面进行查看我们这个 呃嘉宾的话给出的这个答复 然后目前还有两个问题 呃没有没有没有解答啊 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合同无效的时候 仲裁费如何计算 呃 仲裁费用计算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还是让五线律师来解释一下吧 这仲裁合同费用计算的问题 就就首先就是关于啊 这个仲裁费用它的计算呢 与你的这个就是肃请啊 肃请本身没有关系 呃我们那个仲裁费它是 他首先他的就是首先我们预顾这个仲裁费是根据这个案件 他你的这个就是呃 这个叫争议总额 就是呃 请求的金额以及反企与金额的总和来计算 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就是案件完结的时候 有这个registrar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 就像我之前说的包括这个仲裁费花的时间 结果花的时间 工作质量等等 然后呢决定说这个仲裁费用它的它的这个数字 所以所以就是您提的这个就是呃 合同无效之数的话呃 其实与仲裁费用本身的计算方法没有这些关系 呃当然就是如果你提起合同无效之数 可能它会影响你对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请求金额的这样一个确定 如果请求金额有变的话 那么这个仲裁费用他的这个预估和他最终的这个数字就会有变化 总而总之一句话就是那个呃 主部主部说了算对吗 可以这么来讲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哦 这个是关于可能我呃我来讲一下吧 就是他这个仲裁庭秘书的呃 因为这个我就我就先出讲一下 就是SIC的仲裁庭他的呃 呃您这里的秘书可能指的是我们的那个行政秘书 呃因为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讲的这个仲裁仲裁机构的秘书 一般指的是办案秘书 他的职能的话就和我们心中的法律顾问 也就是五千律师这样的法律顾问 呃他的职能是接近的 然后然后大概我们机构呢 除了这种呃 Legal Council之外还有叫做行政秘书 行政秘书可能就是说来辅助呃 呃仲裁庭做一些行政的辅助类的工作 然后关于这种呃 这种仲裁庭秘书的这个这个培训课程呢 我们目前呃 据我了解是没有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计划 但是在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呃 港众好像是可以提供这样类似的课程 呃如果回头但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吧 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SIC 然后订阅我们的这个呃活动的邮件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我们这个 各类培训课程的这个这个邮件的提示 然后如果说需要我们BD部门手动的添加这个订阅的话 呃也请的话给我呃发送一个邮件 然后我这边会联系BD部门来来帮大家呃 呃添加到这我们的那个订阅的那个清单上去 呃好的那现在的话应该我们就回答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问题 上我把我的邮件写下 呃好呃然后如果关于我们本次研讨会呃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或者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我们在中国以及其他市场的一些呃合作的机会都可以给我发邮件 然后我也期待和各位用户的话能够保持联系 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感谢大家今天我们的网络研讨会就到此结束 好的谢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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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